你的steam游戏下载速度是不是非常慢 比如说你原来有500兆的基础宽带 但是你下载游戏的时候只有2-3大MB的速度 像这样的情况可能挺多见的 之前出了一个黑神话悟空的游戏是吧 我看了一下好像100几十GB 比那个赛博朋克2077还多一倍 像这样的游戏如果下载的时候 如果只有2-3大MB那就很难受了 可能要下一天 因为steam它是一个全球的服务 虽然它砸钱弄了很多服务器很多CDN 但是每个人的设置都有可能不一样 这是个很复杂的事情 所以我接下来罗列了几个方法 由简单到复杂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接下来我去电脑上操作一下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电脑上是没有什么网络代理工具的 这里直接就是裸联 我们找到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 看一下它的下载情况 根据这里的图例 这里的蓝色珠状图是网络情况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图表 这个图表的蓝色珠状图高低不起 而且断断续续的 我的基础带宽大概是500MB 也就是说它能够达到50-60MB每秒 可是现在的速度不稳定 时高时低 而且有时候会变为0 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们按照顺序 第一步也是最简单的 我们要找到这个设置 这个下载地区的话 是加拿大沃泰华 明显的地理位置离我很远 这时候我就要把它改成一个离我很近的一个地理位置 比如说我们可以改成上海吧 改了地区之后要重启Steam 重启完成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下载速度 明显比刚才快了很多很多 而且已经顶着满速度在跑了 而且中间没有断断续续的情况 这个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 这个是最简单 也是你最应该检查的第一步 如果离你很近的地方不好用的话 你可以换一个离你第二近的地方 对吧 说不定那个服务器有点问题之类的 如果还不行的话 我们使用第二种方法 那么现在我已经通过第一种方法 把地区换成了一个离我位置比较近的地区 打个比方说离我最近的是加拿大 那么我现在下载速度不理想 它一会儿变成0 一会儿三四十 现在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首先停止下载 我们找到浏览器 在地址栏输入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区 回车 第一种方法我刚才介绍了 第二种方法是下载一个游戏加速器 这里你可以用悠悠加速器 你也可以用一个比较正规的别的加速器 进入它的官网 下载它的Windows版本 因为我的电脑已经安装好了 我就不演示了 这个安装非常简单 安装好之后我们打开 一般第一次使用的话需要你登录 登录完成之后找到Steam商店 这个Steam商店是免费使用的 其他游戏需要会员才行 先不要着急点击加速 我们先找到上方的屈服和节点 然后找到屈服 我们可以选择刚才在Steam里设置的离我们最近的地区 比如说我刚才设置的是加拿大 那我就应该选择美服商店 当然这个得根据你的实际地理位置来选择 这里的节点默认 点击确定 加速完成之后点击启动游戏 Steam启动之后我们再找到游戏下载 点击下载 这时候它的连接节点之类的被优化过了 所以它能够保持一个比较高的速度下载 这个方法我之前也试过 是可以用的 但是你要保证这个地区是离你最近的位置 并且在加速器里选择要选择相应的地区 否则就绕远了 这里说一个题外话 因为我之前做过关于Steam登录不上之类的问题 然后有很多人问我 它的Steam还是登录不上 这个U加速器里有一个修复工具 你可以用一下 首先我们找到它的设置 找到设置 然后找到这个自助修复 这里有一个修复LSP 如果你的Steam登不上 或者下载速度慢 你可以再点击一下这个按钮试一下 这个我之前使用各种代理 然后又使用Tenno模式 然后把网络搞得很乱 Steam游戏根本就下载不了 直接就给我显示无连接 我就是通过这个按钮修复的 所以如果出现什么问题 不妨来试一下 话说回来 如果这个方法 你的下载速度还是很慢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停止加速 回到刚才的帖子里 找到第三种方法 下载语义成的工具 点开它的官网 往下滑 找到它的最新版本 下载 下载好之后 找到这个在文件夹中显示的按钮 这是一个免安装的工具 解压的话需要解压密码 它已经写在文件名里了 直接复制 右键解压 解压到此处 输入密码 确定 同样的 在启动这个软件之前 我们还是先右键把Steam关掉 关掉了Steam之后 我们打开这个软件 确定 找到左下角的加号 其实这个软件能做很多事情 它可以加速很多平台 我们找到Steam 下面有游戏下载的相关选项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 比如说离我最近的是上海 那么我就把它选择大陆地区 这里选哪个都可以 我想选阿里云 这里有很多的IP 检测一下延迟 注意这个延迟低的话 不一定代表它的下载速度很高 这里找一个延迟比较低的 应用选中 写入完成 重启下载刷新网页测试速度 若出现任何错误 请回到这里清除host 这个原理其实就是修改了host 重启下载 我们不用重启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把Steam关掉了 我们现在打开Steam就可以 找到下载 看一下地区 比如我的物理位置 最近的是上海 那我刚才选择的是国内的阿里云 重新下载试一试 下载看一下它的速度 68 69 62 还是非常高的 等一会儿看它的速度稳定性怎么样 速度看起来不错 比较均匀 没有掉 这个蓝色的柱状图没有归零的情况 如果还是不好用的话 你可以暂停下载 然后把Steam关掉 回到这个软件里 点击清除当前 清除了host之后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别的IP测试一下 如果你的网络出现了什么问题 你可以回来把这个清除当前点击一下就可以了 正常的host里面应该是没有什么规则的 其实做这个速度下载的测试我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 因为我这里的网络速度我觉得还可以 所以我要复现那种网络条件不好 然后再挨个测试 不是那么容易 不过我刚才讲的方法都是有用的 你这一套组合全打下来应该可以改善你的下载速度 毕竟你如果有300兆500兆甚至有1000兆的带宽 再加上Steam它在全球部署的那些服务器 就是为了满足玩家的满速下载 如果我们不把这些设置弄好的话 那就浪费了 比如说像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100多个G 如果是2-3兆那要下到什么时候 一个游戏还没开始玩就下了好几天 其实还是挺麻烦的